哈哈哈 Hello 大家 我現在來到巴提亞 來到巴提亞 我們第一站要去吃的東西 是去巴提亞的一個水水市集 現在就到了巴提亞的飛行場 進去的是要買飛的 我們現在先去買票 剛才看到是50港幣一個人 就是一個入場費 還有說明它是一個水上市集 當然是可以坐船 如果你們想坐船遊覽這個水上市集 也可以預約 好像大概200港幣一個人 現在我們就進來了 身後面這裡就是那個水上市場 我們暫時還沒找到想吃的東西 但我們已經賣了這個手信 因為我覺得這裡也有很多手信店 然後這個手信我覺得價錢也很便宜 以遊客區和這幾天我們去過這麼多地方來說 芒果乾 榴槤糖這些 我覺得價錢是可接受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賣了 它也有幾間手信店 價錢也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看看這裡的手信 我們現在就坐下了其中一間餐廳裡面 就來吃他們最出名的蒜麵 點了兩碗麵 一碗我們就點了牛肉 另一碗我們就點了肉丸 價錢是60元太豬 然後肉丸是50元 也挺便宜的 而且它的賣相是超級便宜的 試一下它的麵 麵很有咬勁 薯米那種咬勁 那麵我猜就應該是 不是真的肉丸 這樣看上去就像是魚蛋 所以我們前幾天晚上是 吃過那個冬金工的 那裡面那個麵 接下來我就試一下這個牛肉 不像是牛肉 但是不難吃的 剛才就吃完這個蒜麵了 我自己覺得是值得來試的 因為是非常特別的 它的湯底 而且麵的質感很特別 而且在香港吃的蒜麵 完全不一樣 十幾元一碗 我覺得是真的值得來吃的 然後現在我們走一走 就看到這個旺油手抓餅 甚至買來試一下 因為它賣相是很吸引 我們剛才叫了這個 芝士加雞蛋的這個口味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叫香蕉的 因為我剛才旁邊排了兩個韓國人 然後他們都是叫香蕉 如果香蕉呢 它上面會再加一層 這個Nutella的巧克力醬 哇 真是完全熱辣辣 新鮮出爐 看著它做的 真的很脆 很香 很濃密 哈哈 還有雞蛋 又還有煉奶 肥肥 這感覺到都很好吃 這個可以吸收 這的喜好 走走走走走 我們看到一間賣炒雪糕 因為我個很喜歡吃炒雪糕 所以就決定去買炒雪糕 我們就叫了酸奶味 價錢是$79泰鎚 真的不用$20港幣 應該不會難吃得去變的 因為炒雪糕應該來來去都是那股味 只不過我真的很喜歡吃炒雪糕 因為它的草莓就這樣放上去 原來是幫我們炒在雪糕裡面 好吃 現在已經走完這個水上市集 TOPO來說我都蠻推薦大家 可以吃到只有水上市集才有的雪麵 在這裡買手信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大家都離開巴提亞的話 巴提亞本身的市集 不算非常多 如果你們都想走走走 另一番特色的市集的話 都可以過日子 今天就來到巴黎島的Cave Beach Club 吃我們的晚餐 這間Bitch Club就不是巴黎那種 有一個泳池 有一個海灘的VJ那種 我覺得它是偏向吃東西的Bitch Club 再多一點的 如果大家想坐一些 因為我們坐在沙發圍 不是很近海 但海在後面 如果大家想坐一些 看著海灘的那種 就記得要預約 一定要預約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我都已經預留給有預約位的人 但就算坐到這些沙發床 也很輕鬆 我們首先登場的是一個甜品 忘了叫它後上 因為 好嗎? 試一下 很香的味道 看我後面的天氣多漂亮 接著就是我點了一杯Cocktail 不知道什麼Apple on the 就是這樣 還有檸檬的有點酸酸的 這個酸酸甜甜的挺開胃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酒味 另一道菜是這個咖哩雞 就算了 我先試一下 OK啊 泰國的咖哩是不錯的 喵了一碟蝦炒飯 很大一碟 好 我的家人呢 就在巴提亞海灘那邊 其實在這個海灘圈一辣 也有很多的酒吧 餐廳 我們就進來一間叫Sunset Coffee 店裡去喝杯咖啡 話說今早我游泳了 然後呢 我皮膚有點曬傷了 我皮膚 大家就不要介意 而且我應該會 這條影片 越後我就越黑了 我個人 就點了一杯這個 叫做 Sunset Coffee 好像是 還有這個 叫做 Crowdy Coco 全不知道上面這層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寫 我只看過 我點了一杯 剛剛呢 底下有一層藍色的 我猜應該是檸檬汁 一樣的東西 加起來之後呢 它是很酸 而且有點苦 一杯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在喝中 中藍 這杯是賣相當的 這杯是巧克力 就是棉花糖巧克力 但是沒有那麼甜 很棒 嗨 我現在人呢 就是這個 巴提亞市集 剛才 一進來 我們就已經買了東西 我們就買了手信 我看到芒果乾 或者身體霜 那類 都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經過 就可以 買一下 我現在人呢 就是巴提亞 的 Walking Street的盡頭 就進來這間 叫做Windy Beach的餐廳 我們剛才隨便經過進來 因為它是海徑 然後中間是有 SWIMMING POOL 那種 好像挺輕鬆 我們就 它是有泰國的食物 但是因為我們都吃了很多餐 泰國的食物 我們今天就點了這個 三文治 還有一個HOT DOCK 還有點了杯啤酒 好嗎 文治到了 現在來到泰國的最後一天 我們當然要試試他們的 漆仔 那麼呢 這一袋是沒有的 我們買了什麼呢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就有買了這個 雞翠 其實CP應該是韓國牌子 但是漆仔是超多的 泰國的漆仔 然後買了一個 茶碗蒸 然後這個應該是炸彈 然後還有一個Burga 這個就不是CP 應該是泰國牌子 這個就是CP的 它的一個雞翠 雞的Burga 還有呢 就買上一個海飯 基本上每天都會出現的海飯 先買這個炸彈 那它是 原來它旁邊是有汁的 那 我先試試 好 好 不用用這個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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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汁是泰國 我常常吃的 裡面也是 說得好吃嗎 泰國啤酒 這個很好喝 我覺得它那個啤酒苦澀味 好像比較少 嗯 其實試試它的這個 雞翠 嘴巴 不用再點醬了 這個也夠了 我男朋友極喜歡吃的茶葉花 先吃一會 開花 我看這東西有點辣 先吃一會 再來就是茶碗蒸 我猜它應該跟普通的茶碗蒸沒有分別 但我很想吃茶碗蒸 就是普通的茶碗蒸 沒有那麼鹹 淡一點 雞蛋和芝士伯格 有點像M記那個 雞蛋脆雞包 沒有蛋板 那個雞扒 不是我想像中的雞扒 黃色的 Cyber O caps O Cyber